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今年的结出学生奖得主是谁呢? 咦?好像我们两个上年一拿过这个奖 但不过我就不清楚学校的标准了 哦,这个就略知一意了 学校主要是看学生的学习方面、奖得和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还分为公益活动、比赛和状态等类别 哦,原来是假的 那你童鸭一定参加过不少课外活动 是啊,我在校外和校内都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 嗯,我还参加了一些比赛 在那个场比赛里面我参加了约为优异奖 在大埔三六中学的中英文比赛里面 我参加了优异奖 跟着我在英语话剧的比赛里面 都参加了最佳演员奖 虽然有些比赛我没有参加奖 不过都很落在其中 那,浩元啊,你应该都参加了不少奖的吧? 是啊,我也参加了不少奖的 在我的朗语里面,我在英文的朗语里面拿到贵宫 在普通话和宗教的朗语里面 我都参加了优异奖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在乐理音乐的学乐理里面 我参加了优异奖 即是达到九十分的水平 之后,我还在导可汇里面 拿到一千万证书 哇,你真是好厉害啊 那你有没有什么读书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那我就把我家传的读书秘诀 传给你们了 尊心听的人就有福了 首先,我们上课的时候 然后,要专心聆听老师的话语 这样,我们温习的时候 就可以试半功倍 第二,我们上课的时候 要一偏听老师的话 就变写不惊 这样就可以方便我们温习 而且,我们回家之后 尽量要立即温习 而且要做很多的补充练习 这样,都对我们提升成绩 有很大的帮助的了 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大家如果在温习的时间内 觉得有点累的话 可以休息一下 听一下音乐,减低压力 而且,在考试前一天 要早点休息 这样考试的时候才会够精神的 还有,我们在课余时间 可以看一些课外书 不过大家要留意了 要选一些适合自己看的书 而且,不要常常看漫画 这样才可以扩大自己的视野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尽量抽些时间 去参加不同的科学活动 这样才可以增广我们的知识面 是啊,我们还要适量分配时间 不要抽取太多时间来休息 要平均一点 好了,如果你们想成绩进步一点的话 一定要听以普言大师 还有,我林月童大师所想的话 加油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